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进入关注,我是主持人马美然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俄罗斯的核潜艇底级佛罗里达的相关消息 根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的消息呢,俄罗斯海军最先进的就是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是说过的 这款核潜艇是攻击型的核潜艇是885M,它的名字叫做喀山号和2350型的护卫舰戈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呢 抵达了距离佛罗里达州90英里的古巴 那船只跟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呢,俄罗斯军舰当中的一艘托船一度距离佛罗里达的度假胜地 吉拉戈岛仅26海里,就是我们按那个平时开车的这个公里来算的话呢,是48.2公里 根据了解啊,美国海军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特拉克斯顿号和唐纳德库克号 已经出现在了佛罗里达群岛以东的国际水域 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艘传奇级的巡逻舰也前往了相关海域监视 除了美军之外,加拿大海军呢,也派出了一艘哈利伐克斯级的护卫舰参与到了监视当中 那这些俄罗斯的军舰呢,是携带了口径等等这些先进的导弹 也是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核潜艇首次抵达古巴 俄罗斯新的海军部署呢,显然是为了展示武力 根据五角大楼的说法,这支俄罗斯舰队的出航不构成美国国家安全威胁 五角大楼的官员表示呢,俄罗此次部署核潜艇部分原因是由于 古巴政府不满美军洛杉矶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帕萨迪纳号去年访问关塔纳摩湾 俄罗斯海军舰队在未来几周呢,还将会在加勒比海与远程轰炸机举行联合演习 这将会是俄罗斯自2019年以来首次在加勒比海同时进行的海空演习 那五角大楼的官员说呢,作为俄罗斯常规军事演习的一部分 那预计在今年夏天,俄罗斯将在美国附近加强海空活动 那这些行动将会在今年秋天的俄海军演习当中达到高潮 那根据媒体网站,就是相关的这些军事网站报道说呀 这是美军收集俄潜艇电磁特征和升学特征的一个好机会 喀山号呢,属于亚森M级的核潜艇,是俄军最先进的核潜艇 那这也是世界上最安静的核潜艇 那么现在呢,它在美国附近,那美国呢,也正好是可以冠冕堂皇的 有理由去进行监视,那同时呢,也可以搜集一些这艘核潜艇的一些相关的数据 那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呢,俄列宁格勒军区的陆军和海军 参加了非战略核力量演习,那这个军区与挪威、芬兰、波兰 爱沙尼亚、拉脱北亚和立陶宛等北约国家接壤 那此举似乎是扩大了俄罗斯非战略核力量演习的地理范围 俄罗斯从北冰墙延伸到黑海的几乎所有欧洲边境军区的部队 都被纳入到这个演习当中 声明还说呀,训练内容包括为伊斯坎德尔M战术导弹系统 获取特殊的训练弹药,并且秘密地移动到指定位置区域 为导弹发射做准备 俄罗斯国防部说,参加演习的海军舰艇官兵 将会给海基巡航导弹配备训练弹头 并且进入到指定的巡逻区域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 一个移动导弹系统被护送到一块场地 还有一枚导弹被装入到一艘军舰当中 美国财政部在12号的时候宣布了对俄罗斯的新制裁 这项新的制裁就涉及莫斯科证券交易所在内的300多个实体和个人 随后莫斯科证券交易所就发布公告了 公告的内容也是回应美方制裁的 他就宣布说次日开始 也就是说从13号开始不再使用美元和欧元进行交易 那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公告说呢 由于美国对莫斯科证券交易所采取限制措施 莫斯科证券交易所自6月13号开始 不再使用美元和欧元进行外汇和贵金属的交易 此外在股票和货币市场以及标准化金融衍生工具市场 也不再使用美元和欧元结算的金融工具进行交易 美方新制裁发布之后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就表示呢 说俄罗斯将回应美国强加的对抗 那安东诺夫在这个活动上说呀 美国政府用宣布新一轮制裁来向俄罗斯人民祝贺 俄罗斯呢不打算把自己作为伙伴强加于人 那俄罗斯对真诚和和平的对话持开放的态度 如果美国人就此准备好的话 然而呢我们将会对强加给我们的对抗 做出对等和坚决的回应 美国财政部在12号的稍早的时候呢 宣布对俄罗斯实行新的一揽子制裁措施 目标啊主要就是包括俄罗斯金融系统组成的机构 以及为俄罗斯黄金生产商提供原料 以及支持俄罗斯武器制造的这些跨国网络 那么其中莫斯科证券交易所 及其下设的国家结算存管公司 以及国家清算中心等的这些机构 也是在制裁的对象名单当中 美国财政部在审论当中还宣布 加大与俄罗斯战争经济有关的外国金融机构 受到二级制裁的风险 限制俄罗斯军工基地 利用某些美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获益的能力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美国不断的扩大对俄制裁 根据媒体的统计 目前对俄罗斯实施的各类制裁 共计大概有两万项 公开的资料就显示 这比针对伊朗 叙利亚 朝鲜 白俄罗斯 委内瑞拉 缅甸和古巴制裁的总和还多 那么这些限制 尤其是涉及能源 航空 贸易 银行和金融部门 同时俄罗斯近半数的黄金外汇储备遭到冻结 许多国际公司宣布撤出俄罗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有分析师起初就预测说 2022年俄罗斯的经济将会暴跌10%到25% 但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的数据显示 实际降幅仅为1.2% 甚至低于爆发新冠疫情的2020年 那么不仅如此 2023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是明显高于美国 美国是2.5% 那欧元区是0.5% 那这个俄罗斯反倒还高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4月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的这份报告当中 估计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2024年 2025年将会分别增长3.2%和1.8% 均是高于此前一期展望当中估计的2.6%和1.1% 经济增速超过七国集团的平均水平 那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2月发表国庆资文的时候 他也说如果是按购买力的评价来计算 俄罗斯已经成为了欧洲第一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那我们说到这个核的话题 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比尔盖茨最近他就发表了一个说法 说这个怀俄明州将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核设施所在地 为什么呢 因为比尔盖茨在2008年的时候创立了一个核能公司 那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泰拉能源 这个公司是在10号的时候在怀俄明州的坎莫勒市破土动工了 那根据媒体报道 这个泰拉能源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他的名字叫做克里斯·莱维斯克 他在声明当中表示 说这个举措标志着下一个核能时代的开始 在怀俄明州这个商业发电厂将会未来有能力为40万户的家庭供电 那坎莫勒市将会迎来西半球第一个在建的先进核反应堆项目 那全美的28个州目前有94个商业化的反应堆 他们为企业和家庭供电 那么根据能源部的说法 核能是美国最可靠的能源之一 那它比天然气、风能、煤炭或太阳更加可靠 那比尔盖茨在信中也说 说当自己审视这个新的反应堆的计划的时候 看到了人们正在重新思考核能如何克服阻碍 并彻底改变我们在全美和世界各地的发电方式 那怀俄明州的共和党的州长马克·戈登 他就表示呢 说这个项目还展示了私营机构与公立机构合作解决问题的时候 能够带来的好的结果 那这个项目取得的进展将会增强环游明州安全生产 另一种可调度的电力的能力 就是总的来说对老百姓还是好的 但是这个核呢 要是运用的好呢 确实是很清洁 非常好 但如果说你没有运用的好的话 就比如说碰见什么地震啊 海啸啊 那它可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潜伏的危险啊 说到这个能源的话题啊 那国际能源署 他发布了一个石油市场的报告 他说这个2024年中期的这个报告啊 他说随着需求增长放缓和供应激增 预计到2030年 全球石油市场将会面临严重的这种供应过剩啊 他一说到这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说是不是这个未来几年 石油的价格有可能会降啊 就比如我们加油有可能会降啊 后来一想到说现在这个通货膨胀啊 就算是石油的这个价格降 那个通货膨胀 你到这个加油站 然后在各种成本加吧加吧 我觉得也降不到哪去了 那他的这份报告说 亚洲快速增长的经济体 以及航空和石化行业的强劲需求呢 有望在未来几年推动石油用量的增长 但是电动汽车发展 传统汽车燃油效率提高 中东地区发电用油减少 以及经济结构转变等这些因素将会日益抵消石油的用量增长 报告说2023年包括生物燃料在内的全球石油需求呢 大概是每天是1.02亿桶 那从现在到2030年 预计全球石油需求将会趋于平稳 日均是1.06亿桶左右 那么在这个供应方面啊 主要受美国和其他美洲产油国产能的扩张推动 全球石油产能在未来几年呢 将会大幅的增长 导致石油供应过剩 报告显示到2030年 全球石油总供应的能力呢 将会接近日均1.14亿桶 比需求要高出800万桶 这可能会对石油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 不过你看啊 就是全球日均的这个用量呢 是1.02亿桶 它现在的话 你说这个每天只高出800万桶 就算是这个供大于求 假设这些全部都成立的话 实际我觉得 这个对价格影响应该也不会太大 国际能源署的署长 法提克比罗尔就表示啊 说随着清洁能源转型的推进 以及一些主要的经济体结构的转变 全球石油的需求增长正在放缓 并将会在2030年达到峰值 那么就在前几天呢 日本金属和能源安全组织 参考国际能源署的数据 进行分析发现 说从2024年 全球石油供需的关系来看的 每天有38万桶的石油供应的缺口 而到2025年1月到3月 石油日供应量将会超过日需求量151万桶 到2025年的10月到12月 石油日供应量将会超过日需求量277万桶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石油输出国组织在5月14号曾经发布了阅读石油市场的报告 报告维持上约就是2024年和2025年全球石油需求的预测 认为今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量将2023年将会增加220万桶 达到1.04亿桶 这个数据 好 我们下面呢 再来关注一下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宠物的习惯呢 在美国生活啊 尤其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 或者是你看那些居民区经常有看到啊 就是很多美国的民众喜欢养狗的 因为对美国的民众来说呢 狗是他的非常好的朋友 甚至呢 就是狗是家庭的一份子 是家人 那最近呢 就有一个有关于狗的 这个和人工智能结合的 这么一个案例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最近呢 有一个团队 他在一个国际会议上表示 说他们现在在干嘛呀 他们正在开发能识别狗叫声 是否是表达高兴 还是攻击性的这种人工智能模型 那这个模型呢 还可以从动物的叫声当中呢 搜集其他的信息 比如像这个动物的年龄啊 还有这个动物的品种啊 或者是动物的性别啊 等等 那这个呢 是在近期 在意大利的都林召开了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呢 是相关于国际计算语言学 语言资源与评估 这个一个联合的会议 美国密歇根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展示了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提升人们对动物间交流的理解 他们就选择了一个名为 就是说这个 WAV2VEC2的语言模型 那这个模型啊 最初是使用人类语言的这个数据来训练 研究人员呢 先是利用74只不同的品种 年龄和性别的狗 在各种情境下录制的叫声数据 来改良这个模型 然后呢 用它来研究狗叫声的细微差别 研究发现啊 这个语言的模型啊 它的这个准确率啊 居然有高达70% 那表现的是优于其他专门使用狗叫声数据训练的这个模型 密歇根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授 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 拉达米哈尔恰就说了 他说这是首次将针对人类语音优化的技术 用于帮助解码动物间的交流 那研究结果表明 从人类的语音当中 衍生出的声音和模式 可以作为分析和理解其他的一个声音 比如像动物的发生的这个声学模式的基础 那研究呢 为利用现有的语音处理技术 来理解狗叫声的细微差别 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虽然这个技术现在还不太成熟 但是呢 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可以再说一说 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个狗叫的时候 实际上 他就是旺旺旺吧 就是你听他叫 基本上就是高低音不同 或者是这个间隔不同 甚至呢 你要是说对这个声音研究的多远 你会发现这个感觉不同 但是我们普通人也就真 能说到这个份上也就挺厉害了 那你说你能听见这个狗叫声 知道他想干什么 那这相当于什么 这相当于说 你可以跟这个小狗 可以沟通了 就比如说他旺旺旺 你就知道 哦我要吃饭了 然后你就跟他拿饭 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AI的语音设计 就是在未来能够用到实处的话 就是狗的叫声 他等于在跟你讲话 甚至的话呢 你还可以跟他交流 可以把人的这个内容 把它转化成狗的叫声 然后再回复给这只小狗 你想一想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啊 就是尤其那些喜欢小动物的 就是同理啊 你小猫小鸟 是吧 只要是可爱的小动物 只要他能发出声音的啊 你都可以跟他交流 甚至未来啊 比如说这个AI的技术 更加的厉害了 就是说我们来通过图像 通过动作啊 甚至通过眼神来交流 就比如有一些动物 他可能没什么叫声啊 他也不发出声音 没关系 你才可以通过他的动作 你来跟他交流啊 就是肢体语言 那如果要是真的是发展到这一步的话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说 人和动物是可以交流的 是吧 这个科技的发展呢 真的是能够改变人类的生活 就是人和动物交流 这是在科幻片里面 或者是神话片里面 能够看到的东西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啊 已经朝这个方向走了 而且我觉得啊 这个科学研究是很厉害的 就是说只要你有这个想法 而且现在我们有这个基础 那在未来呢 就是把它实现 那真的就不是梦 那真的是有可能的啊 好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喜欢吃东北菜啊 东北的菜当中有一道非常 就是有代表性的一道菜 这道菜的名字呢 叫做锅包肉 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 那它就是选这个 这个梨脊肉 纯瘦的这部分 然后呢 把这个外边挂上的姜 可能还放个蛋清啊 那具体怎么做呢 就是每个厨子还都不太一样 然后呢 放在锅里面给它炸了 香酥 酥脆啊 然后放上糖 放上醋 在那个锅里面给你滚一滚 那个锅包肉啊 是东北的一道特别有名的菜 这道菜呢 实际在南方也有 南方呢 就是做这个菜的时候呢 他们是用这个番茄酱啊 它跟这个东北的做法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做法很相似 他们是用番茄酱挂汁 然后做出来 它的味道有点像那个锅老肉 但它比锅老肉要干爽 而且它的肉都选的 都是大片的大片的 这种瘦的 一般都选这个猪的 离脊的部分啊 为什么今天在节目当初 跟大家说这锅包肉说半天呢 最近呢 召开了一个世界锅包肉大赛 那这个赛呢 是在吉林省 吉林市江南公园 东门口的广场举行的 它搞了一个世界锅包肉大赛 那当时呢 这个锅包肉大赛啊 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 很多地区的 国际上的厨子 都去参加了 那么这场比赛呢 还邀请了陕西 广西 以及东三省等 这些相关的城市的选手 还有一些国际上的厨师啊 还有八大菜系的代表人物参加 那当时啊 现场的呈现出了 这个不同地域的风格 比如说这个锅包肉呢 有麻辣的 咖喱的 榴莲的 这些都是创新的 花式锅包肉 还有这个 直径达一米的 世界最大锅包肉 那你想一想 这个锅包肉存里几啊 你觉得直径达一米 你说这里边 这肉应该是拼出来的 我认为啊 要不的话 它怎么能整出了一米的 这么大的一片肉呢 是吧 然后呢 这个比赛呢 还邀请了很多知名的厨师 还有一些东北知名饭店的负责人 来担任评委 为什么呢 因为这锅包肉最开始就是东北菜 那说到锅包肉呢 那这道菜呢 最开始的原名呢 叫做锅包肉啊 就是并不是用锅包着这个肉 是用锅啊 包香这个肉 就是包肉 那这道肉呢 是出自清朝的光绪年间 那当时呢 哈尔滨的到台府 辅引杜学盈 他的专用厨师 那这个厨师的名字呢 叫做郑兴文 他可以说是 冰江扇祖 这道菜呢 最开始的做法呢 是急火快炒啊 把铁锅烧热 就把汁啊 淋到这个锅里面去 浸透到肉当中 所以呢 这道菜就名叫锅包肉 那俄罗斯呢 发这个爆的这个音呢 就叫包啊 就是俄罗斯的这个语言上 就是管这个爆这个字的音啊 就是发包 那时间也长呢 那这个锅包肉 锅包肉 就变成了锅包肉 那么如今啊 这道菜是经过百年的传承语演变 那逐渐呢就形成了 带有地域特色的品牌 比如说像在吉林啊 梅河口 英兰锅包肉呢 特点就是 皮薄酥脆 那像严吉百合大楼 大等面的这个锅包肉啊 就散发着糯米的香气 还有这个吉林长春 百年老四号啊 春发河镇店名菜之一呢 就有锅包肉 其发展呢 可以说是不胜为局 这个春发河 这也是吉林长春的 百年老店了 我回国的时候啊 还正在这个店里面吃过饭 这个店呢 装潢一般般 但是呢 这个一到饭点 人山人海 它的全名呢 应该叫春发河饭庄 然后呢 你去了之后啊 你会发现 就是这个锅包肉这道菜 基本上是每桌都有 他们家做的这锅包肉啊 就是片大 量大 你知道啊 现在这个物价挺高的 然后的话呢 很多餐馆呢 要么就涨价 要么的话呢 涨价的同时呢 我还给你减少量 减少量有个好处啊 对餐馆来说啊 就是你看起来 这个菜变得更精致了 但是这春发河不一样啊 它 上菜的时候 它这个菜端上来的时候啊 就是你是肘子也好 它真是整只的 然后呢 锅包肉也好 好大一盘呢 说实在的啊 就是说像我这样的 可能如果要是 光吃这一道菜的话 我可能都吃不了 它的菜量就是这么大啊 所以说 这个锅包肉 在东北 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道菜 那 这个锅包肉比赛出来之后啊 当你看啊 有这个什么麻辣味的 咖喱味的 榴莲味的 弄得我也想尝一尝 那你说 哪个锅包肉最正宗啊 我觉得还是 就是 最普通的这种 就是 用这个 炸完的这个里脊肉 用这个糖 和白醋 或者是放一点 陈醋啊 给它 爆一个锅的 我认为这个应该是最原始的 郭包肉啊 这个 这个是一道 就是这么多年 他怎么改良 我都觉得是 他这个最原始的 是最正宗 最好吃的啊 我觉得这个版本 应该是最好的 好 那么节目最后呢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两位全面有史以来 最年长的总统候选人 说到这儿 大家都知道谁了 就是拜登和特朗普嘛 他们将会在本月的27号 举行电视辩论 那在节目最后呢 也跟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说这场辩论的和以往是不太一样的 拜登呢 就说特朗普是精神错乱 对民主构成威胁 特朗普呢 就说拜登是衰老 而且腐败啊 这两个人就是互相攻击 那现在呢 大量的选民并没有做出结果 说这个到底选谁不选谁嘛 那所以说这场辩论的也有可能会弄的就是非常喜剧化 就是说你说我这样 我说你那样 两个人在那吵架啊 一个是现任的美国年长的总统 和一个挑战他的年长的候选人 这两个人在电视上吵架啊 就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这样的画面 那整场辩论当中呢 我们有几点 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 就是这俩人的体能问题 因为年纪都比较大了嘛 然后就是说动作也都比较慢 就是说你看一看啊 就是说这个两个人体能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是吵架也是要体力的吧 而且这个当美国总统也是个蛮辛苦的工作 你可能半夜也要接电话 或者是处理一些公务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就身体素质不好肯定是不行的嘛 同时呢 这个还可以通过这个辩论能看到两个人的这个性格 实际上呢 他们的性格呢 就是都是有点急 而且呢 就是他们实际上啊 也都是比较 什么的